有別玉斑小吃店的米粉湯 这道海陆芋头米粉汤用料丰富 就像餐厅海鲜米粉锅的迷你版 老板表示 希望能够做出一道不用上餐厅 一个人也能够享用的米粉料理 所以设计出个人化的海陆米粉汤 里头加入海鲜、芋头和炸锅的猪肉 丰富的口感受到不少消费者喜爱 海陆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它里面有海鲜 还有豚肉 它的豚肉酥酥脆脆的 配上汤头恰到好处 餐厅的那种海鲜的那种米粉 它是一大锅的 其实平常人很难去吃到 如果我想要吃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们必定要一群人才能吃到 那我就在想说我们如何把它变成是 一种很平民的小吃 让每个人都能够去吃到一个 可能久久吃一吃的东西 而店里的芋头也是招牌之一 老板经过多次的研发 找出最佳的烹调方式 口感绵而不烂 还包有一定的嚼劲 喜欢芋头的老饕不容错过 我本身是芋头控啦 然后它的芋头让我觉得非常喜欢 而且就是给你一颗扎实的芋头 然后吃起来绵绵的不会太软烂这样子 不散掉但是又让它里面是绵密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小火去煮 煮完我们关火之后我们还需要去闷它 所以用不同的烹煮方式 让它达到一个不会过软 但又保持它原本的Q度 要配米粉汤当然不能少掉小菜 店里研发了各种各具特色的小菜 像是这道招牌辣拌豆腐 特条的辣酱铺在凉拌豆腐上 口感微辣而不呛 和嫩豆腐搭配起来恰到好处 最后撒上可乐果 更是增添了独特的风味和口感 是店里的人气小菜 那是我们自己做的辣肉酱 然后它那个酱料啊 是我们从油葱 然后到绞肉的混合之后 我们搭配我们的皮蛋 所以它吃起来 其实会有不同的层次跟感受 而且会感觉到 有油葱的香气 然后你吃的时候 乍吃的时候 你不会吃不出皮蛋 可是你当你认真吃的时候 会觉得它跟油葱混合在一起 有一个新的味道 我觉得是外面比较吃不到的 然后最后我们会再撒上可乐果 那可乐果放上去之后啊 就会因为 其实肉酱跟豆腐 其实算是比较软的 然后当配上可乐果 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层次跟口感 另外如果对辣真的没辙 店里还有一款红麻豆腐 劳烦选用黑芝麻酱加入优格 调制出微酸微甜的胡麻酱 还带有丰富的胡麻香气 滑顺多样的口感让人一口接一口 胡麻豆腐是 我觉得它那个胡麻酱 它制制的胡麻酱蛮好吃的 所以配上那个豆腐呢 感觉就是 一种绵密的感觉 就是它们好像就是 很适合在一起的感觉 我们还搭配了优格 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会觉得 酸酸甜甜的 然后又有那个黑芝麻的香气是很浓厚的 最后我们还会撒上一些柴鱼片 所以也是主要是增加它的层次跟口感 就每一口你会吃到 芝麻香 然后优格酸 然后到柴鱼片的香气这样子 而最近推出了另一道小菜 蒜林秋葵 用最简单的汆烫方式 留住食材的营养 再加上大蒜 葱等辛香料 简单的搭配 却让人爱不适口 秋葵其实我们主要想呈现的是一种 秋葵的原味 同时我们上面会加上不同的辛香料 就是蒜头啊 油葱啊 葱跟辣椒 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 你会吃到不同的味道 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 当你可能配 蒜头跟油葱的时候是 不一样的感受 或是当你葱跟油葱的时候 又会是不一样的感受 而且同时还可以知道 秋葵的本身的味道 在天气渐渐转凉的时候 能够来上一碗热腾腾的米粉汤 不只暖胃 连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 记者赵世渊综合采访报导